暑假接近尾声各级学校开学在即 高校市长陈其迈28号前往位在小岗区的中山国中 视察校园登革乐防治工作以及开学的准备情形 从厕所、教室、池塘、操场水沟树洞 实地了解登革乐的防治作为 同时听取学校的卫教宣导措施 以确保开学日师生都能够安心上学 9月开学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些在疫情 会比较有一些上升的趋势 所以我们也趁着疫情 趁着开学之前 抱歉 就希望说能够结合社区大家一起来进行大扫除 把环境的倾销 能够落实 也能够来了解说学校在防疫上的一些准备 来提醒所有的校方 还有我们社区 大家共同注意登革乐的一个防治 公司的登革乐本土案例截至28日 累计109例 其中因为小港前阵一带的移工多 加上拥有机场以及港口的场域 所以境外一路的风险较高 不过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目前还在控制的范围里 市长陈希迈也感谢里长 以及市民朋友的共同协助 包括周围 高山 还是小港 这大概都控制到差不多 这不是市府厚啦 实在是我们大家的市民 大家很合作 大清宵大扫当的时候 大家都很配合 现在疫情后来 翁来的人有多少出移 去外南 去泰国 这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的人有多少 所以作成风险上 我们要比较辛苦 所以我们还要把我们所有的里长 还有我们的校长 讲得头头是道 但是要落实啦 所以今天来就是 来看一下来跟大家鼓励 看缺什么 哪里需要资源的这个部分 我们市政府一定会全力协助 因应登革乐疫情 中山国中也成立了登革乐防治小组 在开学前全校总动员 进行校园环境整顿 高雄市的疫情目前也已经控制 不过因为近几日雨下下停停 市长陈希迈也期盼大家不要放松警戒 以进一步降低风险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